剖析,剖析的部分你可以再把它录下来,并且变成一个按钮 所以接下来怎么配合录制聚集 一,各位应该有用过吧,录制聚集 录制聚集它主要的目的是帮你自动产生程式 也就是帮你写程式 但是它是帮你写出来 可是有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比你自己写的会比较啰嗦 而且有的时候它会写一大堆东西,不见得是你要的 但是至少它帮你写出来了,可不可以执行?可以执行 但是你可能录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有一些细节 要特别注意,你不能乱录,乱录有时候不一定会成功 录之前我建议先彩排过 所以如果你刚刚那些动作都彩排过,没有问题了 那你就开始录 OK,那怎么录? 第一个,先按一下开发人员里面的录制聚集 那这个聚集名称的话 我们叫做,也许叫资料剖析吧 就是按照那个我们云端上面那个叫 资料剖析 OK,这个 就给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其实呢,录制完聚集 它会帮我们做什么事呢? 第一个,帮我们产生一个新的模组 所以自动帮你产生一个模组 第二个呢,自动帮你产生一个Sub Sub,OK,跟前面那个一样 然后呢,Sub名称就叫资料剖析 按确定好了 接下来你按确定之后呢 就跟你那个录影机按下录影是一样的 也就是你等一下所做的任何动作 它都会帮你产生程式 所以如果你录错了,它会帮你录出来 也会帮你产生程式 所以这点要特别注意,按个确定 好,确定之后的话,接下来 一,先把这个范围B2到B5先选取 我发现第一步就有同学应该会做错 不是整栏选 是选你要剖析的部分 所以第一个要特别注意 第二个的话呢,点到资料剖析 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然后呢,请你选择固定的宽度 接下来按下一步 上面有尺规 特别是要点的时候,请你务必要点准 比如说你可能点歪了 怎么办呢?没关系 你可以再把它移过来 可以移动的 然后呢,再点 不过最好是一次就到位 如果不行的话没关系 比如说你点歪了,没关系 拉回来嘛 OK 然后点一下 点一下 好,再来下一步 应该没问题吧 下一步 然后呢,这个要不要?不要 这个要 这个不要 所以不要的都不会入此栏 这个要不要? 这个要 这个不要 最后记得目标储存格 不是原来的位置 原来的位置把它盖掉 所以记得放在长篷高这里 C 把B2改成C2 OK 好了,就按完成 然后呢,他会问你说 诶,这里有资料吗? 诶,其实没有资料 不过他为什么会误 会判断有资料? 不知道 反正按确定就对了 好,资料就过来了 资料过来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这个范围取消选举 所以在旁边点一下 G2的地方好了 点一下 不过他会帮你录一行 叫rangeG2.slate 好,做完了对 那请你把它这样 开发人员 停止录制 录完了 所以呢 我们要验证 那怎么验证?很简单 第一个 把这个资料先删掉 第二个的话呢 插入一个表单控制项 我们没有写任何sub 只有录制聚集 可是你会发现 这边有没有资料剖析 有资料剖析 对不对 把它复制 其实就等同你已经写那个sub了 好,贴上 那会不会成功呢? 试一下就知道了 诶,有没有 成功了 有没有 你有没有写VBA 没有 但是你却做出来了 OK 所以基本上呢 录制聚集的意思是 你不用写程式 它帮你写好了 但是简单的功能还可以 可是如果你复杂的功能 有的时候 你不会写的程式 有时候先录一下 然后把它放在跟VBA 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跑回圈 比如说你有很多工作表 你也可以什么 很多工作表 全部帮你剖析 可以啊 那当然 有些是你可以写一个部分 其他回圈 就自己再加上去就好了 好,那写完之后 我们想知道 到底它帮我写什么 写在哪里 对,这才是重要 所以录制完 你可以切到VBA 那我刚刚讲过 特别说的专案是这一个 所以点模组 你会发现它有个Module 1 我们是这个 OK,点开来 你会发现 资料谱析 那也就是说 我刚刚完全都没有写 没有插入任何模组 不过它只要录制聚集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我产生Module 1 这个是它自动产生 也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什么 资料剖析 我剖析的剖析错了 OK 不过这不是重点 大家改一下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 里面它帮你录什么 其实你会发现 它基本上 当然我是建议 我的习惯是这样 即便录制聚集 还是可以怎么样 增加注解 一,我是把什么 B2到B8选取 第二个 其实注解就是前面单一号 第二件是什么 我做资料剖析 第三是什么呢 我取消选取 有没有 G2.select 所以基本上 资料剖析 如果在VBA里面 其实它就是selection 那这个selection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它有个select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selection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它选了B2到B8 所以选完之后呢 这个就是我的selection的范围 所谓选取范围 这个是动词 其实在VBA里面的理解 大概就是一个是动词 就是一个很像方法 动作 做了什么 selection 产生一个selection 后面会多加一个什么呢 这个就是资料剖析 在VBA里面的方法 它叫test to columns ok 所以这地方 里面当然你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Distination 有没有 就是C2 有没有 就是刚刚我们设定的 至于里面的那些相关的参数 其实都可以做修改的 把它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 当然这个地方就可以被执行了 不过 你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 虽然说它已经可以执行了 但是它有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按下去 它一直会跳出这个东西 那当然你想说 老师 我可能不可能 不要让它跳出这个讯息 这个讯息 有点讨厌的 每次都按一个确定 它才会剖析 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帮我把这个讯息给关掉 不要再让它出现了 其实可以 在 就是VBA里面 你录完之后 有些 还是可以再用VBA去做编辑 那其实如果你要把这个关掉的话 你要先知道说 管这个的是VBA的哪个物件 首先第一个 你可能要了解 在VBA里面最大的那一个物件 就是叫Application 就是VBA 有没有 那个A的话就是Application 指的就是Excel本身 它是最大的物件 它里面呢 有一个属性 这个东西叫做Align Align就是跳出一个什么 小小的视窗 你可以把它开关关掉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关掉的话 其实只要再加一行就可以了 所以最后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 在VBA里面 在开头的地方 加一行 叫做Application 这个可能要打对 所以这个固件还蛮重要的 所以这个单子可能要稍微背一下 Application 点 它里面呢 你会发现 绿色就是方法 一只手拿的东西就是属性 那其中有个属性 就是一个设定词 叫做DisplaceAlign 顾名思义 显示Align 那个Align的东西 要不要显示 等于 后面呢 你会出现 触跟For 就开关嘛 要不要开关 所以 请你把它这样 Force 表示关了 不过 特别注意 最好你这边关了 对不对 等到它 最后结束之后 记得要再把它打开 不然的话 它永远Align的 就会消失 该有Align的也不会出现了 所以一般是先关了 等它跑完之后 再把它打开 OK 所以我们来try一下 基本上刚刚会一直跳Align 有没有 这个时候你把它 点一下 你会发现 Align不见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可用度又更高了 不然每次跳Align 其实实在是不太好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顺便补充就是说 如果将来呢 你会有一个需求 就是录制聚集的话 那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做 把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边呢 特别注意 一定要先彩排一下 确定没有问题 你再开始录 不然的话 你们等一下录的东西 全部都会加进去 当然你录错了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找得到你录错那一些程式在哪里 把它删掉就好了 OK 不过可能 也要 恐怕 那你Align的录制的经验 否则的话 录下哪些是错的 恐怕你自己也看不太懂 那这个录制聚集 其实还蛮神奇的 就是说 有的时候呢 它可以是当成是 你VBA 可能暂时 还不太会写 的一个过度 过度的一种拽写VBA的程式 因为反正 你像刚刚按下去 谁会知道说 这是你怎么产生的 人家只看到有个按钮在那里 就对了 到底是不是你写的 其实 没有人会知道 除非是真的是高手 他才会知道说 这个到底你怎么做出来 然后 在那里阿gh 你怎么 Philosophy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找你 不够 征华 你怎么办 对我